核酸电勇 由于核干酸的磷酸根使核酸均匀包备负电荷 透过电勇可以将不同大小的核酸片段分离 最常使用的介质为洋菜胶 成分是穹脂糖 是一种由海藻分离所得的多糖 由两种不同形式的半乳糖分子交替连接成主链 高温下溶解于水溶一中 降温后则凝聚成胶体 胶体所形成的孔洞可用来分离50至20000个碱基队的DNA片段 孔洞的大小由洋菜胶的浓度决定 浓度越低,孔洞越大,适合分离较大的片段 浓度越高,孔洞越小,适合分离较小的片段 此外,500个碱基队以下的DNA片段 也可改用孔洞更小的聚饼西西胺胶胶体分离 而15000至20000个碱基队以上的巨大DNA片段 则需采用脉冲式胶体电勇PFGE分离 DNA的构型也会影响涌动距离 相同大小的DNA片段,折叠得越紧密 越容易穿越孔洞 也就涌动得越快,越远 核酸电勇常用的电极缓冲液为TAE或TBE TAE的缓冲能力较低,易耗尽 但直练双骨DNA在TAE中移动得较快 添加EDTA是用来抓住促进核酸分解酶反应的鎂离子 钙离子,减少核酸被分解的机会 单骨核酸分子因为容易形成分子内的碱基配对 电勇时需加入变性剂打开清键 使核酸片段准确地依照大小分离 1000个碱基对以上的RNA 在阳菜胶胶体电勇中会使用甲醛作为变性剂 1000个碱基对以下的RNA或单骨DNA 在聚丙烯西胺胶体电勇中则使用尿素作为变性剂 核酸样本需与染剂结合才可显向 最常见的核酸染剂为绣化移定ETBR ETBR会砍入双骨核酸的碱基对之间 在紫外光的激发下发出橙红色的荧光 而可用影像系统拍照记录 染剂可于电勇前混入核酸样本中 也可等电勇后再将胶体浸泡在染液中 ETBR虽然分子小、灵敏度高 但却是致癌物 务必戴手套操作避免直接接触 除了ETBR之外 近期也发展出较安全的CyberSafe及NovoJuice系列 两者皆由蓝光激发,发出绿色荧光 拍照记录之后,可对照标准品 推测核酸片段分子的大小 相对涌动距离RF 等于核酸涌动距离除以追踪染剂涌动距离 以核酸标准品的RF为横轴 碱基对数目的对数值为纵轴 做出标准直线图 核酸样本的碱基对数目就可由起RF推支 典型的细胞RNA胶体电勇图 会出现两条明显的RRNA量带 在真核细胞为28s与18sRRNA 在原核细胞则为23s与16sRRNA 而TRRNA及5sRRNA量够多时 会在胶体下方出现 若是真核细胞还同时会有5.8sRRNA 至于mRNA因为在细胞内的含量不多 而且长度不一 通常散布于整条永道 需使用特定探针才可看到特定mRNA 电勇后切下条带 回收及纯化里面的核酸片段 可进行定序或其他研究 核酸毛细管电勇的样品需求量少 分离速度快 配合多管道及自动化后 效率及正确性都大幅提高 同时也可以应用在清源或肉品鉴定等建设科学领域